看一下,这样的话就不耽误你们 好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课呢,讲的是 关于放松下巴 有多少同学觉得自己呢,唱歌的时候 下巴比较的僵硬 或者说你的下巴 唱完以后觉得酸酸的 然后呢,在唱歌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去被下巴牵扯住你的声音 有多少同学觉得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可以扣个一,老师看一下 这个课我觉得单独用一节课来讲 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对,大家可以说一下你们的 在下巴方面自己的一个感受 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聊一下 看一下跟老师今天这个 讲的内容会有没有一些 相这个 相像的地方 相一致的地方 欢迎美玲 自己有感觉下巴扯到你的歌唱了 是不是啊 好的 既然我们今天说到 这个下巴 放松下巴 那么关键词呢 就是放松和下巴 对不对 所以要分开来说 放松 啊 动词 所以一定要在动作上面 去调试它 下巴 名词 所以一定要找到下巴 包括这个 就是唱歌的时候 除了下巴 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影响到我们唱歌的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把放松 这个动作先弄明白怎么去放松 第二下巴 啊 下巴是指哪些地方 啊 这是下巴是吧 还有什么地方会牵扯住 啊 就是讲这个 那么既然说要放松的话 你们认为 既然我们唱歌的人强调放松下巴 那就说明很多同学在唱歌的时候呢 容易出现下巴紧张的问题 对不对 那放松的反义词 啊 是什么 紧张 对不对 紧张 那么下巴紧张 首先 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声音就比较的紧 就是那种很僵硬 很僵死的状态 啊 不松弛 一个是声音会紧 所以下巴这个紧张会造成声音很紧 而且很硬 很直 再就是我们口腔也会比较小 口腔也会呈现出 一一这种很极小的感觉 扁小的状态 我们唱歌大家都知道 口腔要 啊 要适当的去放开 对不对 要打开 所以如果你的下巴紧的话 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你口腔的 一个内部空间的状态 啊 你们有体会就是唱歌的时候 是不是我要是一紧张 我就会 哈 啊 是不是感觉这个外面张得很大 其实内面 它并不是说特别的 松畅 啊 松开 对不对 啊 谢谢 谢谢 小孩老师 然后呢 你的下巴紧 还有一样就是你会呃 造成你这个通道不是那么的顺畅 这个跟前面的口腔的通道 下巴紧就是通道什么呢 就整个歌唱通道都会被它牵制住 比如说你的喉咙 喉管 对不对 喉管的通畅度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呃 你的下巴太紧的话 你的这个口腌腔 这个烟管 包括我们的鼻腌腔 也会被它牵制住 所以这个唱歌呀 就是所有的肌肉 同时都在作用于你的歌唱 如果有一个环节出了错误呢 就是力量不对 它会牵制住 牵扯到其他的呃 其他的肌肉 所以呢 就会造成声音紧 口腔扁小 还有就是我们的通道也比较不稳定 啊 比较卡 再就是呢 从我们这个身体上来说 身体上来说呢 会觉得脖子也比较紧 就这一趟比较紧张 呃 是不是 比较硬 比较紧 呃 再就是呢 你会觉得你要是下巴用力呢 很多同学会有一些声带 闭得很紧 过度 我们之前说这个声带呀 它是有个声门的 对不对 有个声门 那个声门裂 有个缝 如果你要是很紧张的时候 你的下巴紧张 你这个声门呢 就可能会 避得太紧 避太紧了 就声音就不容易出来 就急死了 所以说你 下巴真的会影响到你这一趟 所有的一个状态 啊 还有就是 很普遍的下巴紧 和胃上提 啊 我说的这几点 大家觉得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有的就扣个一 首先下巴紧引起声音紧 口腔扁小 通道 受阻比较卡 脖子紧张 僵硬 喉味上提 啊 有这些问题 啊 可以扣个一啊 这就是我们说针对于 针对于放松来说的 就你这个 呃 下巴紧的话 我们一定要去放松 如果你不放松 就会出现 有可能就会 十有八九出现 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啊 我看大家都扣了一啊 就说明大家 应该还是有体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把这个放松说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下巴 啊 我们唱歌 这个最容易做的一个动作呢 就是什么呢 伸脖子 伸脖子 我 啊 侧面 啊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烟 啊 就是这个伸 伸这个脖子 往前伸 啊 这是紧张 还有就是伸下巴 这样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烟 啊 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啊 大家有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 这种现象的 可以扣个一啊 所以说我们 首先要 放松的部位 首先就是你这个 这个地方 啊 这个是最明显的 这个叫下颌骨 也是我们说的下巴 下巴 这一块 是最容易引起来紧张的 因为呢 它 上面 这一圈有一个 口 轮 扎 肌 啊 口轮扎肌呢 你们也是专业名词 大家解释出来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 这一圈的肌肉呢 是专门来控制你这个 嘴巴的开合 还有嘴角的这种裂 裂开 都是靠这个 环形肌肉来控制的 所以我们很多同学 紧张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 口轮扎肌 连着你这个下巴 啊 这块都比较紧张 啊 我们这个后面 还有一个 咬鸡 对不对 啊 咬鸡 所以这个地方 也可能会紧张 我们要放松的就是 这一块 和前面这一块 前面后面 如果同时放松了 你这个唱歌 就不会那么的 这个 呲牙咧嘴 呲牙咧嘴 就是那种 比较 这种唱 这比较夸张的啊 还真的是有这么唱 所以呢 我有时候会看一些 唱歌的同学呢 就是唱相不好看 因为他这个 一唱的话 这个嘴巴就歪着 或者脖子就伸着 啊 唱相不好看 其实 多多少少 说明这个 歌唱的一些肌肉 可能不是特别对 所以我们唱歌 一定是很放松 面部表情 比较美 比较自然的啊 好 然后呢 我们首先来说说 刚才说了下巴 啊 的放松 啊 放松 就是不放松 会怎么样 会造成什么 也告诉了大家 不放松下巴 会有什么动作表现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下巴呢 也说了这个 一个口伦杂鸡 这一圈 还有我们的下颌 下颌骨 下巴 还有就是咬鸡 这 这个三个地方 包括喉管 都要放松 放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取 啊 几个方法 第一呢 就是你需要去 呃 拿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你 这个相信大家都有念过 就拿一本书 或者是你的下巴 放在一个桌子上面 你是往下落 的时候呢 这个桌子 它是不能被你按下去的 所以你就要往上抬 是不是 往上抬 哦 不要这样 啊 这就是下巴太主动 我们的下巴 在歌唱的时候呢 一定是被动的 啊 而且是不太存在的一种状态 你要是 哦 哦 就很主动 对不对 你用手 搁着它 或者是你直接 把你的下巴 放在一个比较 啊 具有支撑性的 一个物体上 比如说桌子上 让它不会被你的下巴 按下去的 这样一个物体上 你看 它会迫使你去抬 你的上牙 上颚 抬上颚 抬上牙 也是我们唱歌的 一种歌唱状态 在台上面 兴奋 是不是 啊 这样抬 所以这个动作呢 大家下去 可以去找个物体 所以可以去做一下 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十次啊 比如说一二 开始你看 一 二 三 四 可能你前面做的时候 还有点想用你的下巴往下压 可是当你 做多以后呢 你就觉得下巴比较放松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啊 大家跟着做了以后 嗯 还有呢 我们现在是无声的做啊 无声的做 今天分几个步骤 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 一起来做一下 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 嗯 可能前面还会不自然的去压啊 到后面 就会好一些了 而且你是连着你的这个 牙关一起打开的 啊 第一感觉你的下巴还可以摸着它 当你觉得你不需要去搁着以后 你用你的手去扶着你的下巴 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比较柔软的 如果是 你看这个硬了 比较硬 放松 就是柔软的 哎 是不是变柔软了 然后你这样张开手 你会觉得这个牙关 这个地方一开 开得很充分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唱歌的一个状态啊 啊 有感觉同学 有感觉你下巴 放松了 这个地方不硬了 上面主动能抬起来了 扣个一 啊 好 这是第一个啊 当我们把这个动作做了 形成了习惯 大家都知道 这个唱歌呀 就是一些 好的习惯 好的肌肉的一种记忆 形成以后 你唱歌就会稳定 所以我们前期为什么要做大量的训练呢 就是让你的正确的肌肉习惯建立起来 啊 去 代替掉那些不太正确的 啊 紧张的那些肌肉习惯 所以这是需要去练习的 啊 感受到了是吧 好 感受到以后呢 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办法 其实放松下巴方法很多 我今天都会一一的跟大家说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主动的去 往上抬 第二个 我们 加一个压拉缩 这三个字啊 开始 压 拉 缩 压 拉 缩 所以说 说缩的时候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很喜欢 很想去用力 对不对 压和拉的时候 说明什么呢 口腔内部容易 唱这个原音的时候呢 压呀拉呀开放的字容易打开 缩 你需要用到这个作口音 尤其是唇部的这种 呃 吐咬字的时候呢容易紧张 所以我们一般唱 这个 就是 就是 这个什么 这种把它拥起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容易帮忙 然后呢唱什么 啊 拉 撒 就不容易帮忙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要用 压和拉的那种放松状态 去说缩 来 开始 压 拉 缩 缩 不要 缩 缩 缩 压 拉 缩 缩 缩 就就明显的有这个声音 缩 在里面 缩 呀 拉 缩 呀 拉 缩 你看 你面部是放松的 其实你的声音也比较放松 如果你是下巴紧张 呀 拉 缩 是不是 听起来这个声音就 白白的 浅浅的 呃 这就是 动作 呃 的这种 表象 也会 对声音 是有一个反应的 别是你动作比较放松 你声音 听起来相对放松 面部放松 声音放松 好 这个是 压拉缩 大家跟我练一下 我们来出声 呃 说五次 好 开始 预备 起 压 拉 缩 压 拉 缩 缩 压 拉 缩 压 放松 拉 放松 缩 往上 压 拉 缩 好 后期我还会教大家去咬字 其实有些字呢 真的是要开放的去咬 因为上节课有位同学 他唱在那东山顶上 里面有一个 嗯 嘛 呀 拉 利索 那个缩 他就是用了下巴的力量 给他管住了 就他那个 这个口轮扎机 给他 力量使得比较大 所以字出不来 我当时我说 你把它放松 放开 缩 他声音就好了 所以这个放松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的声音 这个字啊 他容易出来 这是第二个啊 啊 大概我练了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怎么样 这个声音啊 听起来没有那么白 那么细 就口腔没有那么扁小 那么横呢 那就是竖唱 提醒自己竖着去咬字 比如说 你看这个 我和我的祖国 你唱成横的是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是感觉比较横 啊 那你前期要竖着点唱 我和我的祖国 过 过 一颗也不能分割 歌 是不是感觉声音是竖的 口腔也是竖的 相对于前面那句 是不是 声音竖一些 那么竖起来呢 它和我们的歌唱通道 是一致的 所以它听起来更容易 有管道 更容易去体现一种圆润和放松的一种声音 大家听出来两者的区别吗 听出来扣个一啊 听出来没有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比那个 我和我的祖国 所以说啊 可能后面前面这个音色呢 听起来比较 没有那么亮 但是前期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是有必要去把声音 去做一些柔化处理 如果你总是那么挤着唱 我和我的祖国 听起来觉得很好听 但是一到高音的时候就容易 就容易扯住下巴 所以还是要用一种 竖着去找通道的一种状态 去把字先放松 啊 这是第二个办法 前面呢 第一种办法是下巴壳 啊稳住往上抬 这个第二个是数热唱 我们还要一个办法 啊 还有两个办法 我们都是说四个办法 你们觉得自己适合哪一种 你们等一下回复我就行了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呀 感觉自己这个